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聊深圳福田的沙维村和新疆的王家梁 都因为疫情风控的原因表达了一些抗议的动作 这个事情该怎么看呢? 海外的媒体,海外的自媒体都表现得十分的兴奋 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 我一句话告诉大家,这就是中国 为什么这就是中国? 为什么这就是中国跟关于风控抗议的一些动作有相关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 好嘞,咱们就先来聊一聊 很多的海外的媒体,海外的自媒体 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人对于中国的评价 常年累月都有一个词 这个词叫你不自由,对不对? 如果中国如此的不自由 我就想请问一下 深圳福田的沙维村和新疆的王家梁 这两个地方产生了一些抗议的动作 这怎么解释? 我就想请问一下 新疆的王家梁和深圳福田的沙维村 抗议表达抗议的这些动作的这些居民 当地居民有没有被拉出去枪毙 AK47打成筛子 有没有? 没有吧 海外媒体的报道也说了 当时跟警察产生了一些肢体动作的一些比较情绪 激动的一些当地的居民 深圳福田沙维村的当地的一些居民 然后被警察拉走了 拉走之后警告放回去了 海外的媒体也有这样的报道 那中国如此的不自由 那这些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 对不对? 中国没有人权了 中国完了 对不对? 中国没有自由 没有民主 对不对? 老百姓都跟蝼蚁一样生活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 这些抗议是怎么出现的? 那他抗议完了之后 有没有给拉到集中营? 对不对? 有没有呢? 这些事情啊 海外的媒体还在兴奋 海外的自媒体 那叫一个兴高采烈 抓着机会了 中国要出问题了 你看看 这个疫情 这个动态清零有问题 老百姓忍不了了 但是大错特错 咱们先来聊聊 就是这种抗议 就是说这种深圳福田沙维村 和新疆的王家梁 它对于中国会有影响吗? 它能有什么影响? 关于抗议 欧洲现在正在抗议 对不对? 德国也开始抗议了 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天然气的问题吗? 今年冬天如何取暖的问题吗? 而且欧洲那些国家的抗议 最近出现的抗议 都不是小规模的抗议 一弄都是十万人 十几万人 欧洲这些国家 本身人口就少 可是呢 一出来抗议 能出来那么多人 那欧洲这些国家完了吗? 对不对? 那中国怎么就小规模的 大家知道 深圳福田沙维村 还算比较大一点 然后的话 新疆的王家梁 就是一个小社区 然后的话 这种地方 跟警察 跟当地的政府 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 那中国就出问题了 海外的媒体 也这样告诉你 中国完了 中国不行了 中国的政策 出了大问题了 中国人民 站起来反抗了 是这种情况吗? 对不对? 什么叫 无是生非? 这就是典型的 无是生非啊 那咱们刚才讲到了 海外的媒体 海外的自媒体 都在说 中国的防疫政策 出了问题了 对不对? 咱们就看一看 从这两个事件 看一看 防疫政策 出了问题 没有啊 先来看一看 深圳福田沙维村的 这个防疫政策 深圳啊 从今年年初开始 到现在 确实是经历了 几轮的这个防控 但是每一轮 每一轮 每一轮都有变化 到现在这一轮 也是有变化的 首先 咱们从大面上来说 刚开始疫情发生的时候 中国啊 然后对于疫情防控 抓的确实是比较严 哪个城市出现了疫情 这个城市 就要进入静默状态 现在大家还听说 哪个城市 进入到静默状态了吗? 没有啊 深圳福田沙维村 出现了疫情的一个情况底下 这边 被采取了封控的措施 它不是说整个深圳啊 同时进入静默状态 它也开始分区域了 这个管控的区域越来越小 这是什么? 这叫精准防控 动态清零啊 对不对? 政策也在往前去走 随着对于疫情 越来越了解 对于病毒传播的路径 然后的话 掌控的越来越清楚 这个封控的区域 就会越来越小啊 而且沙维村这一轮啊 然后啊 进入到这个封控的状态 大概封几天呢? 封四天 封四天就有人不高兴了 这个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沙维村啊 有一个古简啊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叫华强北 对不对? 然后曾经啊 山寨手机林立的一个地方 从华强北这个例子 大家就能够判断的出来 深圳福田沙维村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流动人口比较多 流动人口多的地方 你要管控起来 确实是比较麻烦 但是流动人口 如此多的一个地方 封控只封控四天了 当然了 能理解 很多的当时当地的小商户 确实是因为多轮的封控啊 表达一下抗议 表达一下不满意 但是总而言之 没办法 你要不要解决疫情啊 对不对? 总而言之 他们的这种抗议的声音 政府能不能听到 当然能听到 对不对? 然后政府接下来 可能会有更多的动作 更精细的处理方案 这个事情就能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解决啊 总而言之 大家看到了啊 表达了抗议 政府那边肯定会被接收到 外媒也不会断了消息 给你报道 拼命报道 然后你的防疫政策出问题了 问题是 中国的防疫政策是精准防控 动态清零啊 它是一种变动的过程中啊 越来越了解 疫情的一个情况底下 你对于疫情处理的方案 肯定会有变动 这个例子就要讲到 新疆的这个王家梁了 对不对? 很多的海外的媒体啊 海外的自媒体很兴奋 深圳的王家梁啊 这个事情啊 那出了问题了 对不对? 你看一看啊 共产党政府有多邪恶 对不对? 然后啊 你看人民的力量大 人民一反抗 这个王家梁就解缝了 对不对? 但是总而言之啊 王家梁这个事件 也是一个例子 什么叫动态防控啊 当地的居民 确实是被封控了四十多天 一个多月呀 对不对? 确实是生活上遇到了困难 王家梁那个地方 也是流动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流动人口多 然后大家出来到新疆这个地方 那也是啊 喂了一口吃的 你如果真的是封控时间比较长的话 自然而然 然后的话 他就会有一些情绪出来 要跟政府来表达 表达完了之后 解封了呀 因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是封控的时间比较长啊 而且我相信 在封控期间做核酸 没有出现新病例啊 政府的解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啊 对不对? 老百姓表达自己心中所想 政府不要懒政 对不对? 你不要因为啊 要解决疫情 采取了一些 比如说啊 封控四十天 一个多月 这种事情 你尽量的让疫情不出现 然后只要大家别动 就不会有疫情 你就不要有这种想法 老百姓得表达意见 表达完意见了 政府解封了 这是可以表扬的一件事情 可是放在海外的媒体 海外的自媒体那里面 这就变成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人民力量大啊 人民要抗疫 抗什么疫啊? 抗什么疫啊? 疫情里边的政策 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那就是解决掉疫情啊 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呢 大家必须得知道一个前提 只要像疫情这种事情 他来了 最倒霉的 不会是这个社会里边的顶层人 也不会是中层人 而是底层人 为什么呢? 就像他们抗疫那样 他们要吃口饭 他们要吃饭 他们要吃饭 就要出去工作 只要出去工作 他们就是最容易被疫情感染的那一群人 对不对啊 然后啊 跟大家聊过台湾的例子 台湾的顶层人啊 当刚开始在台湾疫情刚爆出来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疫苗 连口罩都缺 连什么晒快晒盒他都缺 对不对 然后的话台湾的有钱人 人家有钱呢 人家可以去美国打疫苗 人家可以来北京 来上海 来福州 来厦门打疫苗 那没钱的人怎么办呢? 台湾的穷人怎么办? 那台湾的中层人 同样受到的影响也会相对较小 为什么呢? 家里边有点钱 有点余粮 对不对? 人家可以采购一大堆东西 往家里一放 哎 这一段时间我躲过去 等疫情下来一点 我再出去工作 对不对? 那底层人呢 那必须得出去跑 必须得出去跑 大家必须得知道 疫情来了 倒霉的是底层人 永远倒霉的是底层人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可能年轻人啊 遇到的问题没那么大 大家都知道 可能对于年龄大的人 影响会比较大 但是还对另外一个群体影响大 哪个群体? 孩子 小朋友 这个群体身体正在发育当中 然后他面对病毒的侵害 抵抗率也是不足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那边 出来了一个新闻 很多的孩子都走了 对不对? 谁忍心出现这种情况? 对不对? 年龄大的人 然后的话 因为疫情走了 然后一个家庭可能就会陷入痛苦当中 年龄小的小朋友 孩子也有可能因为疫情走了 且不说走 对于孩子来说 咱们可能因为疫情的影响 他没有 生命受到侵害 但是留下了后遗症 大家最熟知的后遗症 就是嗅觉 味觉的丧失 一个孩子对于这个世界 还没有建立起这个世界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 他的世界就已经变成了 这个味道不足 嗅觉 闻到的味道不足 吃到的味道不足 你说对于这个孩子公平吗 这孩子 他刚刚进入到这个世界 他的未来就已经固定成这个样子了 可以吗? 但是总而言之吧 然后的话 这个王家梁 还有这个福田的沙伟村 深圳福田的沙伟村 这些事件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的就是老百姓在表达的自己的意见 政府也得因为老百姓表达意见之后 调控自己的行为 你作为政府的话 然后的话 你必须得调整自己的政策 没有任何的办法 因为什么呢? 因为防控政策也不是法律 而且咱们的防控政策是精准防控 动态清零啊 必须要在动态里面 必须要精准 你要懒正的话 对不对 你想啊 你想要对不对 让大家都静下来 尽量少传播的话 你得好好想想 你也得保证 这个社会经济 人民生活的稳定了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政府提供了一个 更高的一个要求 你必须变得足够的聪明 你自己的手腕 要变得足够的多 要变得足够的软 不仅要让疫情降下去 也得让老百姓和社会经济的稳定 保障起来 这就是中国政府 海外的政府呢? 哪个政府这样去做了? 海外的媒体当然很兴奋 海外的自媒体当然很兴奋 对不对? 哎呀 中国疫情 那个失败了 中国疫情出现了问题 真的是失败了吗? 我怎么看还在前进当中呢? 对不对啊 既保障了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而且还得保障这个社会 继续往前去走 不管是老百姓的生活 还是经济上啊 我相信啊 那些海外的媒体 海外的自媒体 看到这些的时候 估计还得说 你的疫情政策出问题了 不然的话 老百姓为什么抗疫啊 对不对? 抗疫是什么? 或者说表达反对意见是什么? 那是一种沟通 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沟通 对不对? 刚才就跟大家说了 如果说中国政府 真的是像海外的媒体 海外的自媒体 天天宣传那样 你就是一个威权的政府 对不对? 威权的政府 你不管老百姓怎么想 真的是这样吗? 你看看王家梁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老百姓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政府就得跟着 做出自己的动作呀 而且说实话呀 如果真的是按照海外的媒体 海外的自媒体表达那样 中国的政府都是威权政府的话 那中国的政府要信访办干嘛呀 对不对? 信访办是用来干嘛的 不就是老百姓 从底层发出自己的意见 然后直达往上 往上去通 然后让政府知道老百姓发生了什么 对不对? 然后从而能够让上级的政府知道下层发生了什么 做出动作 然后做出改变的动作 让老百姓的意见得到满足啊 不就是这样吗? 中国政府就这样 然后的话海外的媒体海外的自媒体 兴奋吗? 当然兴奋 对不对? 在他的眼里面 然后的话 那个啊 那个因为疫情死亡一百多万的那个国家才是最好的 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说 说实话 中国真没这个资本死一百万人 而且同比来算的话 别说死一百万人啊 因为中国的人口是超过美国人口好几倍 到最后死多少人 我还真不知道 然后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 对于我来说 我不希望 然后的话看到很多的年龄大的人生命丧失 我也不希望看到很多年轻人孩子的生命的丧失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个儿子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是别人的爸爸呀 然后咱们讲回最开始跟大家聊的说 这就是中国 为什么这就是中国? 因为西方文化呀 就是欧美人 他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的 中国啊 很多的人都知道啊 以前那是什么国家? 那是一个封建社会 对不对? 但是啊 你从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历史上来说啊 这样说不准确 西方长久以来 它都是一个封建社会 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英国跟大家也聊过 英国到现在都有国王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就是直接从封建社会 然后跳入到现代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中国是什么呢?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中国自打有了科举制度之后 然后中国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国家了 因为封建国家是分封制度 对不对? 你分封的都是谁? 分封的都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 中国有了科举制度之后 就代表了跟皇家皇室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也可以统治这个国家 然后的话 那中国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 核心就在这 因为西方的老百姓 你看起来 然后啊 民族又自由 其实西方的老百姓 其实挺乖的 挺听政府的话的 因为你不听话的话 你就是叛乱 为什么? 因为封建制度 欧洲 欧美国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中国呢 可是已经一千年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科举制度已经过去一千年了 一千年左右啊 有说从秦代开始的 有说啊 从唐宋开始的 总而言之 一千年的这个 一千年的这个科举制度吧 然后就代表了中国与他们很大的不同之处 因为中国对于中国来说 没跟皇室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 他可以表达意见 他可以向皇家皇室表达意见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说 我向上去表达意见 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可是在西方呢 在西方啊 天然的就有啊 血缘血统上的区隔 你要表达意见 对不对? 你要表达意见 你没准就是谋反 没准你就是个逆贼啊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以前跟大家聊过很多的公知啊 国内很多的公知啊 成天一阳怪气啊 一阳怪气 为什么呢? 这就典型的以前文化留下来的嘛 士大夫阶层那种天天一阳怪气 那种态度 哪怕是到了清朝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士大夫阶层发展到了一定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 跟大家讲过一个案子 大义绝迷路啊 就是这个雍正啊 有问题 对不对? 雍正这儿也有问题 那儿也有问题 雍正得位不正 对不对? 雍正篡改诏书 各种各样的 雍正自己写了个大义绝迷路 但是的话 哪怕是皇帝 哪怕是中国的皇家 他也没有办法能够堵住所有人的嘴 哪怕是造谣 这个谣他也会造下去 这就是中国呀 对不对啊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 发展到今天的中国 也会出现这种 算是啊 为了自己利益着想 然后的话去表达意见的一些群体 新疆的王家梁和这个深圳福田的沙卫村 出现这种现象 对于中国来说不陌生 但是对于中国会造成什么一个极大的影响吗 非常非常难 但是的话 如果这种事情控制好了 他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呢 老百姓向政府表达意见的一个通道 以及渠道 而且政府也可以在这些意见当中修改自己的政策 让自己的防疫政策继续往前去走 做好那个精准防控 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啊 讲回刚才跟大家聊的啊 这就是中国这些话题啊 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啊 中国国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于媒体啊 自媒体啊 就中国的自媒体有那么一种很特别的别人没有的自媒体 这种自媒体是什么呢 吐槽类的自媒体 大家可以看看所有的华文圈吐槽 纯做吐槽类的这种自媒体 几乎你是看不见的 反正我到现在没发现什么台湾香港 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地方 让专门做吐槽类的这种视频 国外我也没发现 只有中国有 而且这一块做的特别的强大 对不对 然后专门做吐槽类的这种自媒体呢 然后出现了工作室 也有自己做公司的等等等等 然后的话 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国会专门出吐槽类的这种视频吗 虽然说啊 这个吐槽这个词来自于闽南瑜 但是的话 这种风格 这种态度 这种做事的行为 然后在中国就成了一个独树一帜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看到哪个东西啊 不爽我就吐槽它 尤其是在影视圈 对不对 这个电影烂 我天天的去吐槽 这个电视剧烂 我天天的去吐槽 然后总而言之 我就是要吐槽 对不对 你在台湾 在香港 在马来西亚 在什么什么地方 你根本就看不到这种做这种事情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给老百姓 给老百姓了一个吐槽的空间呢 跟大家举例子啊 台湾为什么没有 是因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吗 当然不是 但是的话 在台湾的话 你敢做吐槽类的视频 你吐槽某个电视剧 你吐槽某个电影 你接下来面对的就是 背后的资本呢 背后那个资本 想要怎么收拾你都行 可是在中国呢 对不对 你骂的再惨 你天天的骂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是资本 那个是资本 这个是烂片 烂片之王 那个是烂片之王 结果呢 你该骂骂 别人怎么 怎么招不了你 为什么呢 他要守法呀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的话 只要你有钱 对不对 你就可以进入到 这个社会的顶层 之前跟大家聊过 台湾的社会顶层 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他手里有钱 对不对 他可以控制选举呀 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政治人物 都有金主 对不对 金主就给他捐钱 捐了钱之后 他才有钱 去到处打广告 只有广告打的多 只有买媒体买的多 他才有可能当选 然后的话 这些金主控制了政治人物 能够往上去走的话 这些政治人物 会反馈给金主 什么呢 法律上的便利 对不对 立法上的便利 阻止 阻止一些 不利于自己的法律的实现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可以实现 不仅如此 在台湾这种社会 你有钱 你也可以做媒体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台湾其实最近这些年的经济状态并不好 但是最近这些年 台湾的网红公司 这一块发展的特别的好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便宜 台湾的年轻人也没几个钱 对不对 大学刚毕业 找工作都拿 22k 23k 就这种状态 然后的话 把他们招进来 又有活力 又有能量 对不对 然后我又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如果你做好了 嗯 我就可以控制 少则啊 上万 多则几十万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 往哪个方向去想啊 这就是大家发现了 很多的台湾的这些网红 他经常自己做的节目 跟其他的网红 没有多大区别 对不对 就跟大家看到那个现象一样 一骂小粉红 一串的台湾的网红 天天在那骂小粉红 为什么呀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背后的老板都差不多呀 总而言之吧 在国内 在中国大陆 在中国的这个范围 范围里边 哎 你可以有吐槽的空间呢 那讲到这儿的时候 就讲回去了吧 这就是中国 中国人有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权利啊 你表达的好 表达的对 自然而然 而然有人听你的 你表达的不好 表达的不对 你可能就要啊 为自己说出的话 付出合理的代价 真像海外的媒体 海外自媒体表达那样 你没有自由了 你威权了 你各种各样问题了 对不对 真是这样吗 深圳福田沙伟村 那些人有被拉到集中营吗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我再跟大家最后收个尾 跟大家聊聊 关于深圳福田沙伟村 还有新疆的问题 新疆那个问题 基本上已经结案了 我跟大家预测一下 深圳福田沙伟村这个事 老百姓当地的居民去抗议 有用吗 没用 为什么呢 这一次已经算是啊 风控降的比较松了 只风控四天 只要这一块没有 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 做四天的核酸 然后的话 没发生 没发现新的案例的话 基本上就解封了 只有四天 虽然说啊 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大家加把 有吧 我作为 作为别人的儿子 作为别人的父亲 我不希望看到年龄大的人 和年龄小的人 受到生命上的影响 但是也希望政府 能够更加的精准 也希望当地的政府 也可以动派的防控 做到最好 希望深圳政府 多把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案例吧 提前沟通 提前把这些老百姓啊 讲明白说清楚 也要看到他们的困难 希望未来的疫情 处理上面会更加的好 但是大家得知道啊 中国在面对疫情 尤其是这一波的新冠疫情 那也是第一次 从来都没见过 全世界人家 对不对 人家都不管老百姓死活了 想死多少死多少 轻症中症 人家医院都不接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人家总而言之躺平 躺的特别稳 美国的总统拜登 都开始说了 疫情过去了啊 结果美国一天 也是那么多万 在那确诊 对不对 他那过去了 一天还能确诊 那么多人 一天还死那么多人 那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中国是全世界 唯一一个 也是第一个 还在持续的 为老百姓 尤其是底层老百姓 生命财产 安全 在着想的一个政府 而且遇到的很多的问题 都得及时向上反应 及时进行调控啊 中国政府不容易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反正我觉得这样去做 还得一加油 我觉得这样去做 也是对的 也是好的 这样的一个政府 对于我来说 他能够听老百姓的意见 而且他不仅要照顾好 我的生命财产安全 和我身边的人 生命财产安全 他还得照顾好 这个社会里面 老百姓的一般的生活 和这个社会的经济 正常的发展 这个政府不容易 我看到了 但是这个政府 你说我支不支持呢 反正全世界 我没看到相同的政府 这个政府 我当然支持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